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主持人豆柔 真的是阳光灿烂 而且今天刚刚我看了一看 未来的十天的天气 比昨天告诉大家的又有了改变 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变 不过有时候太过的炎热 毕竟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阳光灿烂带来的是心情的灿烂 但真的如果要说到这个体感的话 今天会是非常炎热的一天了 是27度好像是最高温 好的那么在这个星期三的早晨 第一大早 首先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天气 还包括了阳光紫外线指数 我怎么觉得今天特别白呢 是紫外线报的发现可以要美白吗 有吗 有这方面吗 我从来没有去 什么美白 怎么美白 去查一些 对啊 当然就是防晒啊 查一些东西啊 保养啊 我们男人不需要这些 对对对 那些都是女士专用品 我们首先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吧 好不好 那么大家在视频上看到的是 包括今天在内的未来十天的奥克兰的天气情况 那么目前看起来呢 今天挺热的啊 今天呢这个 不过今天还不算是本周的最热 明天会更高温 那么今天呢 最高温是来到了27度 最低18度 那么今天呢 是一个大好天啊 在这里先告诉大家 明天的天气也不错 不过有部分地区呢 可能会有云层啊 那么明天的最高温是28度 最低19度 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呢 目前看起来呢 可能局部地方呢 会有阵雨 最高温这两天啊 星期五星期六呢 都是来到了27度 那么星期五的最低温是17 星期六的最低温是18 再来关注一下呢 到了星期天呢 是一个天气不错的日子啊 那么气温最高26 最低17 那么目前根据气象局的预测呢 下个星期呢 只有星期一 以及星期二 14还有15号 这两天呢 应该是会下雨的 那么下周一的气温最高26度 最低17 那么到了星期二呢 最高温25 最低17度 不过接着下来呢 在下个星期三四五 这三天呢 最低温都是在18度 那么最高温呢 都是在26到27度 而且这三天呢 下周的三四五呢 看起来呢 天气都应该算是蛮好的 嗯 所以说整体上来说呢 会感觉上天气是比较的干旱 那么同时呢 今天早上第一则的新闻带给大家 也是跟天气有关的 就是咱们纽西兰的这个国家水文局呢 在昨天呢 是发表了报告 报告什么呢 2018年的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 是的 2018已经算得上是这个创纪录的制造了很多这个高温数据的天气啊 那科学家说呢 这一年的确是令人担忧 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也许在未来还会延续下去 那么今年呢 2018年呢 算得上是 好像是18几几年就有这个气象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了 嗯 这么说吧 他是说到呢 其实是2018年的1月份 我们来看看呢 他说 他说 The year kick off with the hottest month ever recorded 就是说 当然一年呢 开头呢 是以1月啊 来计算开始的嘛 Hottest month ever recorded 2018年的1月呢 是有记录以来呢 最炎热的那么一个月份 那么2018年的1月份呢 他的这个温度啊 温度的中间值呢 是来到了超过20.3度 那么比过往的平均的1月份的这个温度呢 是超出了3.1度 那么再有呢 就是说以全年来计算 2018年呢 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温的年份 是的 另外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Niva的这个首席科学家 他也表示说 在过去的这个统计 6年当中 就是从现在往回推 6年当中啊 有4年都是有记录以来 最热的那些年份 一年一年呢在推着当中呢 他说2016年是当时最热的一年 然后2017年呢 现在看的话是第5热的一年 然后呢 2018年呢 又2015年 他认为是第三热的 反正这个数字就让人看到 应该说是一年和一年比较起来 都是在这个热的一些高点上 是 在过去6年里面呢 有4年啊 是有记录以来的排在的前5位 5位 那么这个另外一年呢 比较热的是1998年 1998年的温度呢 就跟2018年呢 是同样的 所以说呢 1998以及2018这两年呢 都同时呢 是排在第二位 那么其余的4位 都是在过去的这个6年之间 是就近几年发生的 是啊 说说呢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的纠结啊 哪一年是排在第一 排或者是排在第二 因为科学家呢 这个国家这个水温局啊 啊 他就表示说 现在呢 看起来呢 我们的这个温度方面呢 是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啊 持续的一个叫做 alarming trend 就是说呢 值得警示的啊 那么一个的 一个趋势的样子 方向来发展的啊 也就表示说 高温是在不断的持续 那么同时 也说到了 就是说呢 就是说 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会 现在面对这个持续的高温 这三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啊 他说到的三个主要原因呢 首先就是这个 海面的这个水平面的温度 是在这个升高的 另外呢 还有就是来自于热带 和亚热带的这种气流 以及我们所说的 这个人类活动造成的 这种温室气体的增加 这三个算得上 是一个大的背景 所以说呢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尽量的减少这些排放吧 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啊 那么尽量的关注这个环境 而且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过去的一年 纽西兰呢 就是有一个植树的 那么一个计划 那么在这个全国各地呢 多种一点的树 那么也对这个 整体上的这个环境啊 等各方面呢 都会提供更好的一些 一些正面的 来到比较正面的一些效应吧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不知道是种那么多的树呢 是不是真的是 使到我们的空气啊 温度啊等等啊 或者是什么 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真的能够大幅度的降低 就总是一件好事吧 对还有我们少开车 就减少这种气体的排放 温度的这种 这个比较难啊 还有少开空调 这个可以吧 这个更难啊 不行啊 基本上我一回到家呢 基本上就 就这得把这个空调给打开 这个天气需要开吗 当然了 当然了 二十来度对我来说 算是蛮热的 唯一一点呢 不太喜欢新加坡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温度很高 每天都在三十三十三左右 这个真的要吐槽一下 新加坡人的那种意识啊 为什么 那么热的天 在室内空调开到 必须穿外套才行 干嘛不把那个温度 总控的地方降的稍微 提的稍微高一点呢 你说什么在室外 室内的时候 我去新加坡就觉得 所有的这个地下铁路啊 或者是这个商场里面 全部冻的 必须穿一件外套才可以 哎呀没有了 他们show off而已了 要不然的话呢 一年四季呢 没有四季呢 基本上一年就一季 严格来说是两季 一个是比较干旱的 另外是一个雨季 不过呢 我以前我一些朋友也是 那么二十二三度呢 要穿外套 我觉得他们是show off show off 就显示这种变化 对对对对 要不然的话 没机会穿外套了 哪有机会穿外套 在新加坡热的不行了啊 好了 那么这个第一则的新闻 就带给大家是有关 这个整体上来说呢 这个2018年是高温的啊 那么这个2019年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最近看到这个温度方面还算是蛮高的啊 大家稍微关注一下 哎 刚刚说到这个气温呢 又忘记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阳光紫外线指数呢 那么今天呢 把这个还是要把这个消息带给大家的 既然有了啊 我们就必须要告诉大家 阳光紫外线指数呢 如果在没有云的情况之下 大家看到呢 如果通过视频看到的就是那条蓝线 深蓝色的这个线 可以达到最高最高值的在下午的一点钟左右呢 接近14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极度高的 那么如果是在有云层的情况之下呢 也会在差不多接近两点钟的时候呢 来到接近11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说呢 总体上来说 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方面的准备 好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另外一则新闻是什么呢 是这一则啊 这一则新闻呢 是昨天看到的 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 可能跟咱们呃 大部分人呢 没有太过直接的关系 有没有间接的关系呢 可能会有 直接的关系未必会有 那就是在过去的2018年呢 我们都不断的在新闻里面有提到呢 澳洲澳洲的政府呢 他们的政策是什么呢 如果对于在澳洲 违法 而且呢 被判处呢 这个刑期12个月或以上的人士 在他们服刑完毕之后呢 大多数都会被澳洲政府驱逐 就是遣返回去他们的原居地 那么纽西兰人如果在澳洲犯了法 他们也没有例外 也没有特殊的这个待遇 也没有这方面的豁免权 那么在过去呢 我们看看这里的新闻是说 过去的四年 已经有1500名的纽西兰公民 在澳洲居住的期间呢 是因为违法被判刑 入狱服刑完毕之后呢 是遭到了澳洲有关部门呢 就是遣返回来纽西兰的 那么目前呢 这则新闻是说 澳洲政府呢 如今正在考虑 要加大这方面的这些行为 是 那么澳洲的移民部长 David Coleman他就说到 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 就是说 如果是非澳大利亚的公民 在澳大利亚犯罪之后 那么他们的签证就应该被取消 那他们也希望加强一个 更加严格的移民的法案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可能未来有更多的人会被驱逐出境 当然也可能会有新西兰的人造成影响 所以在这个 因为现在在1月份嘛 他们在国会这个复会复议之后呢 就会讨论加强相关法律的一些计划了 是 澳洲的移民部长David Coleman 他就说了一段话 非常简单 他说 It's a very simple message 这是一个很直接 很简单的 那么一个讯息 告诉大家 If non-resident or non-citizens commit crimes in Australia They should expect to have their visas cancelled 如果你是非澳洲公民的话 你在澳洲犯了法 那么你就应该被预计到你的这个在澳洲的这个居留权或者是签证会被取消 因为他说澳洲是不需要忍受那些非公民在澳洲犯法的这些行为的很直接了当 那么当然呢 在过去我们一直看到呢 包括纽西兰政府方面呢也非常的关注 就是说关注澳洲这方面的这个政策 因为有很多呢被驱逐出澳洲返回纽西兰的这些所谓的纽西兰公民呢 其实呢他们一生呢 真正在纽西兰待的日子很少 可以这么说呢 他们差不多接近在澳洲土生土长的 只不过是他们的这个国籍呢 是属于纽西兰籍而已 那么因此呢 如果一旦被被被被驱逐被遣返回来纽西兰呢 他们可能不适应这里纽西兰的生活 而且呢他们的背景都因为曾经在澳洲犯过法 所以说呢也难免呢跟澳洲的犯罪集团 是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么在较早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纽西兰的江湖市 对不对 两大帮派呢要要结合起来啊 纽西兰人呢要对要对抗这些所谓啊 被这个澳洲政府遣返回来的 这些澳洲的这些帮派分子 他们可是他们是纽西兰公民啊 来到纽西兰呢想抢这个black power 就是mongrel mob的这个地盘 那么因此呢 这些人返回了纽西兰之后呢 对纽西兰的这个社会 对纽西兰的治安 会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就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 跟我们华社可能没有直接 不过毕竟可能会有间接的关系了 很多人会觉得是不公平的 因为这些人虽然拿的是新西兰的这个国籍 但他们从小儿童时期 就是在澳大利亚来长大的 然后他们在那接受教育 算得上是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些人了 那如果说他们的教育当中出现问题的话 那个副作用为什么要让新西兰来背呢 很多人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 是啊 他们认为呢 甚至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关注组织的负责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Philippa Payne 他就表示说澳洲政府呢似乎啊 不想背负着这个道义方面的这个责任啊 可是我就不觉得澳洲政府做法没道理啊 其实不管一个国家的针对这个犯罪 或者是违法的这个政策有多严厉 你只要不去犯罪 其实呢 这个刑期或者是之后的这一个结果 对你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呢 我在过去的节目里面 我一直认为呢 非常赞成新加坡的边形 听起来很可怕 听起来不人道 可是如果你是奉公守法的话 那其实边不边形 对你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你说的这个要求标准太高了 这个社会毕竟有那些人是在这个层面 所以说呢 严刑立法 严厉的对待在澳洲犯罪的这些外籍人士 我自己本身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站在澳洲的角度来说 对不对 他们要使他们的治安更好 他们不欢迎那些呢 就是非公民 在澳洲违法的人士 当然如果是属于澳洲公民 他们就必须要去正视要去面对 那是没办法的 可是对于外籍人士 就把他给赶出去 就这么直接 今天纽西兰也是的 纽西兰有这样的感觉 纽西兰的情绪 也是一年 如果你是你如果你是就算你是永久居有永久居留车 如果你在纽西兰是犯下了一些严重的罪行 你在服完刑之后他也可以把你撤销然后把你驱逐出去 其实没什么不一样 只不过为什么长期以来呢 纽西兰非常的关注 因为一直纽西兰认为他们就应该呢是获得了澳洲呢 比较特殊的对待 对 就这么回事嘛 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7点46分 我们进一段商家网介绍 回来之后呢 跟大家来说说这一则新闻 这一则新闻呢 是让人感到呢 担心 而且有点心痛的新闻 是什么呢 待会儿回来 本地第一新闻 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联合赞助 奥森橱柜 奥人品质 深得你心 Jerry Kitchen & Bath 全有最大石木橱柜厂 为您提供一站式橱卫 整体购物平台 把生活过成艺术 让艺术走进生活 一中教育 以人为本 定制化教育 专业造就卓越 M Bath 全有最大石木橱柜厂 为您提供一站式橱卫 整体购物平台 把生活过成艺术 让艺术走进生活 一中教育 以人为本 定制化教育 专业造就卓越 好的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9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估计很多的朋友 可能也在昨天 也看到了这一则新闻 在之前 我记得应该是在一个多月前吧 对 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一则新闻 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后续的发展 那就是在当时候呢 我们跟大家汇报的就是在奥克兰有43名的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应该是建筑工人吧 其中有相当大部分呢是属于木工 carpenters 木工级的人物 他们呢是通过了一位人士 这一位人士呢名字叫做Peter Lai 而且呢交付给他呢4到5万块钱 相当高昂的费用 以为呢来到纽西兰呢 能够呢 就是说有收入很不错的工作 等着他们 怎么着呢 他们最终发现呢是被欺骗了 对 非常多的人呢 这40多名人士里面呢 好多人呢都感到非常的这个失望 非常的沮丧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也不知道呢 当然语言方面肯定也是一种 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障碍 那么这一则新闻呢 跟大家接着下来说的就是 他们的最新的一个发展 他们还是滞留在这个纽西兰 可是呢 感到呢真的是非常的无法 无助前路茫茫 我们来看看他们目前的 所处的一个禁欲吧 是的我们之前报道就说过这些人呢 非常欺散是他们工作了以后 没有从这个带他们来的那个 Peter Lee那儿拿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些收入 然后呢这个人已经人去楼空 连公司的这个人有都找不着了 但今天要说到的并不是说 他们目前发现了这个人 或者说是有一些什么好的转机 而是说这48个工人当中的23个人呢 他们最近呢却面临着一些更加严峻的情况 那他们到这儿呢是为了这个奥克兰的这个建设大潮来付出自己的工作 希望换取好的生活的 但是目前却要面临着有可能搬离他们住所的这样的一个景况 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 每周要向雇主支付150纽币 但是因为这个工作生活的条件应该也说是很差 他们现在的身上呢当时是被把这个护照收走了 也没有食物甚至是连这个上厕所的卫生纸都没有办法再提供了 是我们看看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呢 他们现在呢就是这23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23人完全都挤在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呢位于南奥克兰 可是新闻里面曾经有报道呢 就是说其中呢有七八个人呢是共住一间卧室的 大家可以想象的这个拥挤的城路 这些都是成年人呢 那么每个人还交付150块钱每一个星期的这个租金 这个租金是交付给谁呢 那么根据现在新闻上的了解呢 我们来看到呢就是这些人来这边是通过了其中一位 呃严格来说是介绍人吧 我们就把他当作是介绍人 现在也不好定义 因为警方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这名人士呢叫做Peter Lee L.I. Peter Lee 那么这些人呢全部在出国之前呢 都已经是支付了这个费用 这个费用相当的贵 那么来到这边原本呢是有一片的美好的憧憬 怎么知道呢 他们现在目前呢所面临的状况是非常的艰辛 他们的这栋房 现在租用的这栋房子呢是一家呢叫做招聘公司 这家招聘公司叫做NPL 叫做National Personnel Limited 这家招聘公司呢跟这个Peter Lee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直接的关系 新闻里面没报道我们也不在这边多做揣测 不过呢他们支付了一个每个人150块钱的租金挤在一栋房子里面 那么现在呢这个NPL招聘公司呢可能它也是这个物业的拥有者 他们要这个23名人士呢就是离开这栋物业 而且呢已经是向警方呢求助警方呢也到现场 向这23名呢来自于中国的劳工们呢出示什么呢 就叫做非法入侵的那么一个通知 要求他们呢立刻搬离这栋住所 可是这23名人士呢就表示说他们已经是没有什么去路了 他们也没有更多的金钱来租用其他的这个住所 所以说现在呢就僵在那里 那么在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就是说呢 这是发生在星期一的晚上 星期一的晚上呢警方到了这个住所 那么出示这个非法入侵的 我们叫做Trespass的这个通知令 要勒令呢这些人呢离开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联络到了一个工会 这个工会叫做Unite Union在纽西亚算是蛮大的一个工会 这工会呢也马上呢派了这个代表到现场 那么还有包括了媒体News Hub的记者也在现场 所以说呢好几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对峙的那么一个局面 NPL这家公司就表示说 这家招聘公司说 说警方呢现在正在调查 调查呢要追踪要联系这个Peter Lee 那么NPL那位表示说他们也完全配合警方的调查 可是他的这个NPL这个招聘公司的代表律师就表示说 在法理上啊这些人是必须要搬开 搬离这个住所的 对但是在里面住的人他们就是拒绝搬离 说到他们又没有做任何的错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去负担到什么地方去再租房子的这个费用了 嗯那么NPL的这个律师就表示说这个就是现实现实是这些人啊来到了纽西兰 可是现在呢并没有合适的工作给他们 而且NPL也表示说在这一批人呢曾经打过一些零星的散工吧有部分人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他NPL呢是支付给他们最低薪酬的这是合法合情的合理的啊 那么呃没有NPL没有任何的一些违法的行为 而且呢他们也愿意配合警方对这件事情来进行一个调查 那么现在纽西兰的这个移民部呢也是正在积极的要联系这个皮特利 要了解这个状况到底当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个40多人啊 是带来纽西兰的 而且呢在中间所收起到一些什么样的费用 有一些什么样的承诺等等 那么目前呢还没有办法联系到皮特利这位人士 那么现在呢有心人呢已经是帮助这23名的这个来自于中国的这些劳工们呢 在纽西兰的一个呢捐献的网站呢叫做give a little 已经是set up a patch 希望呢就是说社会上的热心人士呢能够给予他们至少在金钱方面的一些援助 对是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费用 能够帮助他们尽量的找到一些新的工作之类的 是这又是另外一种为什么说又是另外一种呢 因为在过去呢已经对类似的一些情况了 类似的事件呢已经是时常发生了 也不完全一定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些劳工们 甚至包括了一些太平洋导义的这些劳工们 或者是来自于泰国甚至是菲律宾的一些劳工们 或者是孟加拉的在过去的新闻里面呢 时常就是有类似的新闻就是说这些外地来的劳工啊 遭到了剥削啊 遭到了纽西安的这些雇主呢不合理不合法的这个对待 那么这又是另外一种 不过这一次呢这个性质看起来呢 是比较的恶劣 而且涉及的这个金额呢也比较大 对其实这种事情在新西兰是绝对不允许被发生的 就是像这种劳务输出到新西兰的境内 他们要求到的应该是和新西兰有着同等的这种条件和待遇的 但是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只能是提醒所有想要到新西兰来工作 拿这个工签打工的人来说呢 就是最基本的一点要找一些合格的公司 我们知道现在新西兰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其实是需要很多的海外的工人的 但是一定是要那种 因为我之前做的节目 必须是那种有资质能够移民局允许的公司 才能够招聘 像这个他就是完全不在这个范围内了 可是问题就是说 很多的这些海外的这些劳工们 并不了解有限的法律 仅仅是一片美好的憧憬 那么媒体呢又访问到 这其中的数名人士 他们在园居地呢 都是一些木匠啊木工等等的 他们有一些表示说 他们是向亲朋好友借贷 筹集了四到五万五的这笔钱 那么来到纽西兰 原本以为呢是很快就能够回本 怎么知道呢 目前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向家人交代 这个不单只是金钱方面的 这一个面对的一个艰难 而且内心啊也是非常的煎熬 那么当然大家听到这里的为止呢 可能也会想到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向中国领事馆求助呢 这一方面我不知道 因为新闻里面没说啊 那么我今天早上也特别上了上 这个give a little的网站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 可能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吧 因为你要在这个give a little呢 你要set up一个捐献的一个项目的话呢 可能还是需要这个网站的 这个管理者的一些审批吧 可能还需要这么一两天 那么如果我看到的话呢 也会在这里及时通知大家 如果大家能够的话呢 愿意的话呢 也不妨呢在这个give a little的网站上呢 给予他们一些金钱上的一些帮助吧 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八点钟 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呢 钟旅的旅游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一起来关注钟旅所提供的 一组最新的旅游信息 来我找一下这个信息的内容啊 好的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特价 奥克兰基督城出发前往中国各主要城市 经济舱纽币500包税起 出发日期涵盖了2019年的上半年 详情可以致电钟旅的免费电话 0800287888 另外星辰围武海湖作伴 喜昂洋假期全新推出了 南岛7日的经典风轻游 每周一固定出发 纽币1699元每人起 真正的是每周七天天天都出发 另外呢 钟旅假期还会为您精心打造一个 4月份的假期 日本11天的樱花季亲子之旅 和牛和豚美食七响 迪士尼乐高环球影城亲子同游 联仓京都动漫追忆 银座玉电厂潮流购物 2019年的4月14号 进行出发 价格是纽币4688元每人起 详情请致电钟旅的免费咨询电话 0800287888 本地第一新闻 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联合赞助 奥森橱柜 奥人品质 深得你心 Jerry Kitchen & Bath 全有最大石墓橱柜厂 为您提供一站式橱卫 整体购物平台 把生活过成艺术 让艺术走进生活 一中教育 以人为本 定制化教育 专业造就卓越 节目由KVB昆仑国际特约播出 全球外汇交易 KVB昆仑国际 各位好 欢迎收听收看 接下来的新闻 今天是2019年的1月9号星期三 农历的腊月初四 奥克兰今天晴天18度到27度 今天的日出时间 清晨6点11分 日落时间傍晚8点44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 今天上午10点42分 以及晚间的10点56分 我们来关注两条国内部分的新闻 总理杰森尔顿去年8月份宣布 暂时停止新西兰国会议员的涨薪 直到议员的薪资体系审查全部完成 他认为 议员们现在的收入水平已经很高 涨薪会让收入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据了解目前 国会议员的薪水是由一个独立的薪资委员会决定的 当时这个委员会建议给国会议员涨薪幅度3% 如果以这个数字来计算 停止给国会议员涨薪 每年可以节省大约75万牛币 新西兰国会议员的薪水根据他们在国会的排名和政府部门的职位 是有不同区别的 加上津贴和各种补贴之后 最低年收入是21.8万 最高是54万 在讨论方案的时候也有其他的提议 比如将国会议员上涨的薪水捐给慈善机构 这样做法的好处是不需要修法 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实施起来太复杂而被放弃了 动心令得到了国会各党的支持 国会议员的工资将维持在2017年大选之后的水平 直到今年国会议员的薪资体系审查全部完成 细心的市民可以发现 最近在西区的鸭子湖经常会有各种小兔子出没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这些兔子都是被主人遗弃的宠物兔 他们的到来会给公园带来很大的麻烦 据市议会的首席生物安全顾问表示 鸭子湖是一个自然生态公园 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比如鳌鱼以及一些特有的鸟类 新西兰的浅鸭 染色卢瓷 黑天鹅等等 这里还有很多独特的植被 但是如果兔子的存在 有可能破坏这里的平衡 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 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 一气一对宠物兔 意味着一年之后这里会出现100多只小兔子 所以他们提醒 将宠物遗弃在公园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不再饲养 可以把他们送到动物保护机构 或者是安排有责任心的朋友来领养 在公园遗弃宠物涉嫌到虐待动物 甚至违反动物福利法 任何看到类似情况的民众 都可以向有关的部门进行举报 感谢您收听收看这一刻的新闻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由KVB昆仑国际所带来的最新汇率 纽币对人民币买入价4.5949 卖出价4.7263 纽币对澳元买入价0.9376 卖出价0.9468 纽币对港元买入价5.2452 卖出价5.2973 美元对人民币买入价6.8612 卖出价7.00 这夜换会跨境结算 首选KVB昆仑国际 他们的中文直线是093598985 全家圆梦之旅 详情请咨询中语各门店 或拨打免费电话 0800287888 好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1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在跟大家分享国际信息之前 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李氏兄弟地毯地板了 是品牌为生命树华裔之荣耀 为了庆祝李氏兄弟地毯地板 在纽西兰最大品牌地毯 对澳克兰几百家销售商排名之中 荣获前三桂冠 李氏兄弟地毯地板 2019年他们推出了新的 这个地毯地板销售 以及安装的特价优惠活动 欢迎大家前往选购 李氏出品 币氏精品 电话是273-8899 273-8899 好了接着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国际股汇市方面的行情 首先来关注一下欧洲的股市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都是高收的 德国DAX指数收市报 10803.98点上升的56.17 升幅是达到了0.52% 英国富士指数收市报 6861.60点上升的50.72点 升幅是0.74% 而法国CAC40指数收市的涨幅超过了1% 收市报4773.27点上升的54.10点 升幅达到了1.1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正在进行当中的美国的股市 三大指数也是造好到目前为止 道琼斯工业指数现报 23786.61点上升的255.26点 升幅达到了1.08% 标准普尔500指数现报 2570.44点上升的20.75点 升幅是0.81% 而纳斯达克方面 现报6888.29点 上升的64.81点 升幅是达到了0.96%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 在外汇市场上 纽元对美元的表现 我们目前大家通过视频 所看到的是30分钟的即时交易图 那么纽元对美元 在过去的24小时 怎么说呢 是原本在昨天早上 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说的是 在0.6753左右的 那么一个水平 之后呢 逐步逐步的往下跌 那么最低呢 曾经跌到0.6710 那么后来呢 在过去的差不多 三个多四个小时呢 又重新再度的攀升到 0.6731 那么目前呢 是在0.6724的水平 纽元对美元 美元对日元呢 是在108.65 黄金的价格出现了回落 目前是1284.75美元一盎司 而油价方面呢 基本上变动不大 目前是49.934美元一桶的 至于纽西兰的股市方面呢 昨天NCLEX50指数是高收 不过升幅并不大 收市报8821.15点 上升了15.11点 那么升幅是轻微的 0.17%的 好了以上这些呢 就是最及时的一些 财经方面的信息 跟大家分享 接着下来带给大家 这是其他的国际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则 那么朝鲜领袖金正恩 应邀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邀请 一连四天呢 是访问中国的 那么新华社与曹中社 都有报道相关的消息 新华社报道 金正恩在前天开始访问中国 直至星期四离开 曹中社报道 金正恩前天下午呢 与夫人黎学祖呢 离开了平壤 前往中国 随团的有劳动党的 中央委员会的 副委员长金英哲 外长李永浩等等的 政府官员 那么韩联社就报道呢 传闻金正恩的出生日期呢 是1月8号 但是朝鲜方面到目前呢 都没有证实 在北京中国的外交部指 外界呢 是不需要做太多的解读 中朝作为友好的邻邦 在不同的时期 一直是保持着接触和高层的交往 是两国传统友好的重要组成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看中美贸易战的情况 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副部级的经贸磋商 将会延长一天 这一轮的磋商原定是举行两天的 但是双方一直谈到了 昨天晚上仍然没有结果 美方代表团成员 能源部的助理部长温伯格 返回酒店的时候呢 会对记者表示说 会谈进展的还是蛮好的 那么今天呢 还是会继续 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呢 昨天下午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也被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在前日的磋商当中现身 向外面发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的时候呢 刘鹤作为中美经贸磋商的这个中方牵头人 出席开幕式 看望双方磋商代表是在情理之中 那么当局呢 会在磋商的结果出来之后 再发布相关的消息 另外我们看看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两个人都同意 一同向中方继续寻求释放两名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 那么加拿大拘押中国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之后呢 中方拘押了加国前外交人员康明凯 以及商人迈克尔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呢 杜鲁多与特朗普谈论到美方的引渡要求 重申两人都尊重司法独立和法治的重要性 杜鲁多又感谢特朗普对释放两人的强烈支持 那么特朗普并没有就事件公开做出回应 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国务院的发言人 都先后要求中方释放这两个人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新闻 联合国难民署说 感谢泰国的官员没有把早前 反锁自己在曼谷机场过境酒店房间的 沙特阿拉伯女子遣送离境 又说是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处理当事人的庇护申请 沙特驻泰国曼谷的大使馆说 不会要求这名女子回国 又指这是一个 这个事件是属于家庭问题 很满意泰国方面的处理 18岁的事主声称 因为放弃了家族的信仰被家人迫害 他在本月初趁家人到科威特度假的时候 偷偷溜走前往泰国 试图转机到澳洲寻求庇护 但是在曼谷机场被人带到了酒店房间 他反锁了自己 然后上网求救 在人权组织介入协助之后 现在已经离开了机场 目前在接受难民署的相关照顾 我们再来看看 土耳其与美国在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上 是再度的出现分歧 那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明 不能够接受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民兵 人民保护部队的保护态度 那么谴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言论 是严重的错误 深言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他强调土耳其决心清除叙利亚北部的恐怖主义走廊 博尔顿日前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是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 包括清除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以及确保美军在叙利亚的库尔德盟友得到保护 美国的取态是引发了土耳其的不满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政府局部停摆的情况 美国联邦政府局部停止运作 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星期 白贡发言人桑德斯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四前往南部的边境 与负责处理国家安全以及人道危机的前线人员会面 由副总统彭斯领导的一个小组 一连两天和民主党进行谈判 但是目前都没有突破 白宫处理预算局长星期天去信国会的众议院 要求能够拨出57亿美元来兴建围墙的经费 但是也表明围墙会由钢铁制造 并不是说特朗普早前坚持的这种三合土 那么受到停摆的影响 有数百名美国机场的安检人员 都是因为无薪工作 无薪工作就是没有收入的工作而请求病假了 是 既然没有收入 干脆就是身体感到不适 心里不舒服请病假 有可能 是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另外一则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他将会在星期二的晚上九点钟就美国南部边境的人道以及国家安全危机发表全国讲话 白宫发言人 尚德斯也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特朗普计划星期四到南部边境与负责处理国家安全以及人道危机的前线人员会面 详情会在稍后公布的 特朗普与民主党因为兴建边境围墙拨款而出现的争执 那么导致联邦政府第17天局部的停运 特朗普在星期天是重申 他不会在兴建围墙的问题上屈服的 但是不再坚持兴建混泥土的围墙 可以改由钢材来制造 是不是更加的便宜呢 可能是吧 预算少一点 再来关注一下脱欧的进程 英国国会下议院星期三恢复辩论脱欧的协议 首相特雷沙梅以及英国的高层官员都强调 会如期在下星期二来表决 多个欧盟成员都为英国三月底 一旦没有协议下脱欧做好了应变的措施 那其中荷兰政府表示 届时会允许在境内的英国公民 留在荷兰多15个月 并且会让居住超过5年的英国人 可以申请永久的居留权 那少于5年的呢 可以申请较短期的居留权 捷克的内阁呢 也通过了设立过渡期 会容许境内大概有8000多名的英国人 继续享有和其他的欧盟公民同等的权利 那这个呢是直到2020年底 是 那么英国到底会不会啊 这个出现这个硬托欧呢 现在呢非常值得关注啊 大家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了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报导的 可能这个可能性呢是会越来越大 好今天早上呢带给大家最后一则的国际新闻呢 是来自于法国的 法国总理菲利普正在研究 对针对示威活动草拟新的法案 包括禁止过去不守秩序的示威者 未来再参加示威的活动 也不容许示威者游行的时候 戴上这个面具 法国各个城市呢 过去连续多个周末呢 是爆发了黄背心的示威 菲利普在国营电视台表示呢 将会在全国部署8万名的保安部队的成员 以应对这个周末的黄背心的浪潮 黄背心示威呢是由于法国民众不满燃油费高企而爆发的 其后示威浪潮呢是由巴黎 蔓延至里昂马赛波尔多等大城市 好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3分 有关国际方面的新闻呢就到此为止 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日月光旅游的最新旅游 特价特价大酬兵 日月光旅游是率先推出的南岛八天游豪华大酬兵 日月光南北岛十一天游 除了体验了中土世纪的文化 更是增加了威灵顿国卫大厦的这个特色西餐 还有温泉之乡的三顶自助餐 那么另外呢还有龙虾和鲍鱼餐 一个旅程呢是享尽美景美食的 报名热线是3021983或者是登陆他们的网站 3w.anzskytours.com 日月光旅游澳洲分公司 温馨的提醒您畅游澳洲 唯我独游 全包华语澳洲六天游 每个星期五固定出发 1月23号出发的澳洲九天游呢 是正在热卖之中啊 日月光旅游的斐机四天三个晚上 640元起天天出发 欧洲华语团每天78欧元天天出发 盛世公主游轮3月26号悉尼出发前往香港 畅游布里斯班达尔文 越南新加坡持续热卖之中 帝王公主北欧豪华游轮团5月17号出发 全程的专业国语广东话领队陪同啊 特别是增加了第二团 日月光旅游的报名热线3021983 或者是登陆他们的网站 3w.anzsky tours.com 澳洲九日游热卖中 日月光旅游南北岛循环巴士旅游团天天出发 各位向参团的朋友错过了今天还有明天 盛世公主游轮3月26号悉尼出发往香港 畅游布里斯班达尔文 越南 金加坡持续热卖中 帝王公主北欧豪华游轮团5月17号出发 全程专业国语广东话领队陪同 特别增加第二团日月光旅游报名热线3021983 或登陆网站 www.anzsky tours.com 这里是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我爱纽西兰 好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9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那么这里手机尾号6875的朋友 他说从小就生活在澳洲 那为什么不是澳洲的居民呢 澳洲的居民没有问题 现在是说到了是非澳洲公民 如果你仅仅是澳洲的居民 可是你不是澳洲籍 而在澳洲违法被判刑12个月或以上 在你服完刑之后呢 澳洲的有关部门就有权利 是不是每一个我就不知道了啊 不过现在听起来呢 好像是大多数都会被驱逐出境 遣返回去呢 他们的原居地的 那么另外呢 说到刚才这个20多名的 这个来自于中国的这些木工啊 6875也曾说 哎不是说这里很缺木工吗 工作应该不难找吧 很缺是一回事 可是这些海外的这些劳工们 他们的工作的质量 或者是能不能够符合纽斯兰的要求 对 这并不是说因为你曾经在原居地 你是干同一个行业 这里呢就完全能够接受 在纽斯兰方面呢 可能还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要确保呢 就是说你所提供的工作质量呢 是能够符合纽斯兰的要求的 那么在这一方面 所以说中间人非常的重要 重要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要问到美国有提出引渡的要求吗 这个是相当有趣的 那么昨天呢 针对也有朋友问到呢 就是说 那么这个美加 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这个引渡协议 不是说 根据加拿大的司法部门的一位发言人 就是说呢 美国有60天来提出这个引渡要求 正式的啊 正式的提出这个引渡的这个申请 有关孟晚舟的这个事件 可是我在这个 一些不同的网站 包括呢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我看到的这个日期呢 是有所不一样 出现两方面的一个报道 有些说是60天 有些说是45天 那么有些说呢 1月8号呢 这是最后的截止日期了 看到一个什么叫做路德时政的这个评论 嗯 所以说昨天还花了蛮多的时间去找 这方面的资料 可是到头来 包括了问身边的人 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确切的一个答案 因为呢 后来我最后呢 是上了去找了1976年 1976年的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啊 所定立的这个引渡协议 所以在上面就非常清楚的说到了45天 而不是60天 那么之后呢 再问到一些有经验的朋友 那么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说呢 好像是在9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协议呢 经过了一个修改 可是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这个修改的这个条文 那么甚至呢 也不排除呢 有可能加拿大的这个法庭啊 法官呢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呢 可能他们有一个酌情权 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 不同的需求 而在日期方面呢 能够做出一些调整 这个可能性也不可以被排除了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听到有关美国呢 是对加拿大呢 提出这个正式的引渡要求的这个申请 对 那么估计呢 可能呢 如果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这类的新闻的报道的话呢 那么应该呢 是要等到1月29号 才作为一个最后的期限吧 所以1月8号这个说法 目前我们就可以把它过去吧 我估计是暂时可以挪开了 暂时可以挪开 这个也只能够呢 回答这个手机尾号6875的朋友 我也只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到此为止 确实还没有看到呢 相关的一些报道 好吧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33分 本来打算跟大家来说说呢 这一个 目前呢 就是在一些种植园呢 有关这个苹果啊 梨啊等等 这个收成方面的一个新闻 不过我们再稍后 好 我们再跟大家报道了 这个半点新闻之后呢 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吧 万国旅行社新西兰航空赞助以下新闻 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 大家好 欢迎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 今天是2019年1月9号星期三 农历腊月初四 那么奥克兰今天的天气是天晴的 气温最高27度最低18度 今天的日出时间呢 是在清晨的6点11分 日落时间呢 是在晚上的8点44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 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42分 以及晚上的10点56分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 两则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纽西兰宜家商店IKEA 将会在本周五正式的启动 宜家的首席执行官Jasper Broden 将会清零奥克兰 那么很多的人都在期待着 他公布第一家纽西兰宜家分店 将会选择在哪里建设 目前还不清楚宜家的选址 也不清楚宜家计划在纽西兰 开设的是传统的大型仓储式的门店 还是小型的家具店铺 宜家在上个月初宣布授权Inca Group 开设门店正式进军纽西兰 宜家是全球最知名的家具连锁企业之一 在30个国家或者是地区 拥有367家的门店 在2018年的财政年度 宜家是迎接了8.38亿的顾客 那么纽西兰宜家的第一家门店 开在哪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比较热门的地区呢 有西区的Westgate 这里是交通便利 而且上高速是非常方便的 也有南区的Jewelry 这里的地势开阔 而且靠近汉米尔顿 有利于吸引来自于 淮卡多地区的大量客流 网络送餐公司Uber Eats 近日正在试点一个新的运营方式 能够让消费者直接受益 Uber Eats正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试点这个新的办法 如果在12个星期试点之后 反映良好的话呢 会把这个办法呢 推广到澳大利亚全境以及纽西兰 这个新的办法是有关 送货费的认定 目前呢 Uber Eats 采取了统一送货费的标准 那么一般为5澳元或者是6块钱的纽元 而新的办法呢 是送货费呢 将会由饭店到消费者收货地点的距离来决定的 那么这将让送货费呢是更加的透明化 消费者可以在没有隐藏费用的情况之下点餐 那么当消费者在网上或者是手机应用上 选择了某一家饭店之后呢 送餐费会第一时间的显示在屏幕上的 给消费者决定在哪家饭店点餐 提供了一个最直观的选择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 那么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 万国旅行社的最新旅游信息 由欧洲找万国吧 荷兰700万株的玉京香等着您来欣赏 由巴黎泛州塞纳河上 巴黎的铁塔最震撼 罗浮宫凡尔赛璀璨辉煌 巴塞罗那的圣家堂 看鬼才高敌的建筑狂想 2019年5月30天13个国家 7999纽元起 迷情巴尔干 18天11个国家从希腊的雅典出发 看爱琴海渗托里尼的梦幻之栏 巡礼众多世界文化遗产 5999纽元起 2019年的5月带给您不一样的欧洲 那么订机票也要找万国 各大航空公司特价不停 天天都有更新 最后介绍给大家的是 墨西哥古巴团 探索世界新七大奇迹 玛雅文明 探访电影《寻梦环游记》的取景地 走进社会主义国家古巴 寻访切格瓦拉和海明威的足迹巴 明年3月出发18天 9999纽元起 万国旅行社的免费咨询热线 0800-116688 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 接着下来再给大家的是 安逸金融的财经播报 美国标普500指数 报2570.40点 纳斯达克100指数 报6542.85点 香港恒生指数 收市报25857点 日经225指数 收市报20328.50点 澳大利亚标普200指数 收市报5731点 在外汇方面 纽元对人民币买入价4.6069 卖出价4.7142 澳元对人民币买入价4.9000 卖出价4.9941 纽元对美元买入价0.6677 卖出价0.6758 纽元对澳元买入价0.9373 卖出价0.9449 最后是纽元对港币买入价5.2178 卖出价5.3100 以上的外汇汇率 是安逸金融的参考汇兑排价 具体的交易汇兑排价 请致电0800 377 366 安逸金融查询 以上的内容是由安逸金融赞助播出的 安逸金融是根植于新西兰的创新金融集团公司 结成为客户提供财资管理 外汇结算 基金管理 移动支付 留学生学费支付 金融IT解决方案等产品与服务 创新金融 沟通你我 iemoney.co.nz 0800 377 366 偶话慢慢说 有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新西兰百轮移民留学顾问公司 要留学找百轮 要移民找百轮 真正新西兰野生四身 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 魔法登 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 0508 66 1188 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 魔法登 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 0508 66 1188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49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 还有很多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一则新闻是说到了 就是说进入夏季了 到了2月份呢 根据新闻所说的 就是纽西兰很多种类的水果 是 来到了这个收成期了 采摘收成了 那么应该是好事 而且呢 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 那今年的这个收成 应该还算是相当的不错 比去年有增加 问题来了 大家听到这里呢 可能也估计也猜到了 人手严重短缺 对 怎么办呢 是 这就是相关种植者 担心的一个问题了 我们说采完草莓 采蓝莓 采完蓝莓 采樱桃 那么现在的 我们要看到的问题呢 是在新西兰的苹果 种植业者 他们有点担心了 因为他们说 有可能在今年 他们的采摘季是 从2月中旬全面展开的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因为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是大量的丰收的季节 再加上工人短缺的原因 那就意味着 夏季的部分收成呢 有可能会有损失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来做这个采摘的工作 所以相关的这个 新西兰的苹果和梨的 这样的一个业者的 种植者的组织 他们就希望政府 能够介入其中 允许游客 在这个没有工作签证的情况下 也能进入到采摘的工作当中 首先呢就是说的是 Hox Bay以及Nelson地区 那么这个 当然水果的采摘 这个时间点很重要的 是 有一些呢如果是预计呢 要出口的水果的 在采摘的时候呢 不可以等这个水果呢太熟 对不对 不然的话呢 到了海外的话呢 可能 虽然你说有经过冷藏 或怎么样 可能会容易慢 已经坏掉了 容易不容易维持 所以说采摘水果呢 时间也非常的重要 那么现在呢 现在业界非常的担心 人手严重的不足 而且他们说 单单就以苹果来说 他们说 在这个Hox Bay的地区啊 就Hox Bay这单一的地区呢 预计呢 今年的这个量呢 可以增加多 差不多三万吨 是 使到这个Hox Bay的 这一个苹果跟梨啊 这个 就可以达到六十万吨 是多 那么 额外的增加 这个三万吨的这个量呢 其实就需要额外的 差不多五百名的员工了 对 我就是算一个人 然后采多少苹果里啊 我不知道啊 这怎么算出来 不知道啊 所以说呢 这个是需要大量密集的 这个劳工来帮忙 那么现在呢 也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他们希望呢 政府能够宣布 这个Hox Bay以及Nelson 这两个地区 能够是 宣布他们成为一个 叫做季节性 Seasonal 季节性 人手短缺的 那么一个地区 如果一旦宣布了之后呢 也就表示说 任何的游客 都能够到这两个地区呢 去做临时性的这个工作 帮忙呢 帮忙呢 这些果园呢 的收成 话虽如此 可是呢 我们知道呢 政府部门 这个业界非常的紧张 可是政府到底紧张还是不紧张呢 我们来看看 接着下来 在这个新闻的下段呢 看到呢 现在呢 这个Andre Little Andre Little 是在这一个国会 正在休假之中呢 他的这个做值班的一个部长 什么事情呢 都得找他 因为他是 他是值班的 Duty Duty Minister 不是Duty Manager Duty Minister 那么 他就表示说 他说呢 在政府呢 在教授之前呢 也关注到有关的这个需求 我们也制定了措施 制定了措施 现在怎么样呢 目前 which was currently up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现在这些政府 出台的一些政策呢 现在正在向这个公众呢 进行咨询 对 这不就已经是有公众的声音 反映出来了吗 还要做这样的工作 就是说我们还在谈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 反部呢 现在呢 也会积极的配合 正在呢 就是说 推广 希望呢 能够招聘到更多的这些 季节性的这些工作人员 来就业 来帮助这些果园 就是关字两个口 还在那边谈 可是大家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新闻就是 业界已经表示说 二月即将来了 现在都已经是一月九号了 对不对 再过一个月 你现在还在进行这 profit consultation 还在就是说积极的推动 那么业界说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最直接简单的方法 有那么多的游客 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呢 让这些游客呢 也赚点外快 也能够帮助这个业界减轻 他们这个人手不足的负担呢 这不是对直接最了当的方法吗 还谈什么谈呢 是直接就让他们开始工作好了 这就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回事 有时候就有那么回事 OK 有受扭山的一些 你会感觉上有一些发展的 感到是蛮无奈的 对我们之前不是曾经说过吗 新西兰法律 他审查的过程当中 他就最注重的就是一个流程的问题 你必须要程序是最重要的 是流程 既然如此呢 跟大家 我们剩下的时间差不多五分钟 我本来没打算今天跟大家说 不过既然说到这个政府 在处理问题上 在对纽西兰的这些经济发展上 这个速度感觉上有时候流程呢 是拖得很慢 在这里带给大家一则比较奇葩的新闻 这则新闻是说到了咱们首都威灵顿机场 我们把这个机场呢 这个新闻打开 让大家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如果大家一听 可能感觉上是 不是蛮简单的事情吗 蛮直接了当的事情 是跑道扩建吗 对啊 这个跑道扩建呢 威灵顿呢 这个机场呢 就是说希望在将来 能够容纳更多的大型客机的 这个升降 跑道呢 是必须呢 要延长 要扩建 尤其是在延长方面 过往的跑道呢 太短了 大型的客机呢 可能是需要更长的跑道来起飞 或者是降路 那么因此呢 威灵顿呢 这个机场呢 如果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的一个机场的话呢 首先 跑道方面 就必须要改建 这很直接 很容易理解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跑道原本 这个威灵顿机场 向咱们民航局提出这个计划的批准呢 这个跑道要延长多长 多长呢 就延长355米 跑道延长355米 然后接着呢 在跑道的尽头 还有一个安全区 这个安全区呢 要有90米的这个安全区 就是万一呢 这个飞机真的是 万一呢 这个飞机真的是 是冲出跑道之外呢 还有额外的这个90米 是属于一个 我们叫做Safety Area 嗯 就不会马上就冲上海了 这个这个 就这么简单 延长这个飞机的跑道 355米 再加上呢 跑道的尽头 还有90米的 这么一个安全区 你严格来说 你加起来就是400多米吧 是 好不好 好 这是从2013年 快五年多之前 开始提供的这个计划 得到了这个民航局的批准 本来应该欢天喜地 怎么知道呢 在申请这个资源许可方面 却是遭到了 航空界的这个 Aerline Pilots Association 就是说这个飞机师协会的反对 他们质疑了 他们为什么反对呢 他们说这个90米的这个安全区啊 太短了 太短不够 应该要扩大 啊 好了 那么其实也很简单吧 那么那么不就扩大吧 大家听了就扩大吧 哎怎么知道呢 你要扩大化呢 要什么 要重新安排新的计划 重新要得到这个民航局的这个批准 重新有可能要申请这个资源许可 对 这件事情从2013年 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 还没有落实 现在呢 这个机师协会就表示说 就有的那一份资源许可的申请了 太老了 现在要重新 那么威灵顿机场就是说 别吧 就是说 就稍微改动一下吧 不要再重新了 不然的话呢 已经是 各方的都已经感到非常的疲惫了 They have had enough 我们就保留吧 这件事情呢 现在呢 还要交给法庭来审理 单单在这一方面 还要交给法庭审理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 法院认为 可以给这个威灵顿机场更多的时间 而他们之前所递交的这个资源许可呢 还可以保留 给他们多额外六个月的时间 为了这个安全区延长 比这个原本的九十米更长的这个计划 重新部署 重新向这个民航局申请 你说就这么一件事情 六年 从2013年到2017年高院判 然后完了之后又要给时间 那么现在应该是 最近的就是到五月份会有一个决定 OK 这就是咱们有讲可爱的地方 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59分 那么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九点新闻 有话慢慢说 有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新西兰百轮移民留学顾问公司 要留学找百轮 要移民找百轮 真正新西兰野生刺身 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 魔法灯 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 0508661188 好的 接下来我们关注 由中旅喜洋洋特约的新西兰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奥克兰的天气情况是晴天18度到27度 那陶朗嘉今天晴见多云19度到25度 惠林顿首都今天是晴见多云18度到24度 再来看看南岛 南岛方面今天出现了全国的最高温度是在基督城 基督城晴见多云18度到28度 黄后镇今天是晴见多云由于13度到24度 戴尼丁晴见多云13度到24度 星辰为伍 湖海作伴 中旅祥阳假期 全新推出南岛七日经典风情游 饱覽南岛壮美奇景 感受名城迷人风情 信部浪漫提卡坡 亲征庞博库克山 夜宿星空保护区 探索壮丽大峡湾 最美黄后镇共渡南望时光 尼弗卡基尔达卡吉南之城 更有中旅独家 品味维多利亚贵族风情 下榻百年庄园 详情请咨询中旅各门店 或拨打免费电话 0800-287-888 了解详情 好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08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来再跟大家进行互动之前 有话慢慢说之前 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大家 2019年的朱年新春加年华 也就是下个星期六了 时间是越来越接近了 那么它的地点呢 是在The Trust Arena 在Handerson 在奥克兰特西区 那么非常的方便 16号高速呢 如果你从市中心方向 往西区的方向行驶 从Lincol 离开这个高速下高速 然后呢 左转再左转 就基本上就到了 就这么回事 那么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 到晚上的11点 不过我估计呢 很多的朋友呢 可能呢 中午吃完饭之后呢 对 就会首先到那边去逛逛 早早的溜达过去了 是 那我们来看看 昨天和大家说了 我们这个 这次的活动当中 有很多特色 像是有很多 亚洲传统服饰的展演 旗袍和服韩服 这个中日韩各种国家 不同的一些代表的东西 还有传统的记忆之外呢 今天再和大家说一个 和中国传统记忆有关的 也和春节联系 特别紧密的 就是到了新西兰之后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一壶人家呢 可能是这个 来自于中国内里的华人 你知道怎么去辨别吗 嗯 这个过年的时候 他们家门口会贴春联 是是 把那个福字呢 倒过来 对 是不是 是 写春联写福字 这个呢 也是我们今年 新春花式上的一个 传统的项目 我们会请来 新西兰文化艺术基金会的 这个专业的老师 现场为我们写春联 那么作为中国最传统的 一种民间的这样一种形式 工整对账 通常都有着特别美好的寓意 所以如果到了今年的 这个新春花式的时候 让这个写着一手好字的老师 给你写一个寓意特别好的 这个对联春联 贴到你们家门上 很好 我不用服 你帮我写一个发 就可以了 不要倒过来 好 对对对 写一个春联写 写成一对的 左边是发发发 右边是发发发 又是发发发 那就挺好的 对 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活动了 建议大家可以去增添一些春节的这个喜庆的气氛 另外我们今年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议诊的活动 这个往年没有像今年强调的这么重要 我们会有中医的这个专家为您把脉问诊 还有这个西医的这个医生问诊 另外呢还有这种专门的这个smile dental提供这个牙科的议诊服务 挺好的 很丰富 告诉大家很多东西可看可玩的还可以问诊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些表演 而且呢中华电视网WTV 还有这个936 还有这个104.2 所有的节目主持人都会清零现场 那么我们也会轮番的上台 帮大家呢 不是帮大家 来主持节目给大家 是因为我们从3点开始就会有文艺演出 一直要持续到晚上 在这其中所有精彩的节目都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去串联去介绍 另外呢还会把商家的很多好的商品也推荐给大家 更重要的是跟大家拜个早年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 好不好 请大家告诉大家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2019年的1月19号下个星期六 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1点的Trust Arena 是 咱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哦 好了那么这个宣传到这里为止 那么接着下来呢是我们有话慢慢说的时间 我们的电话是095712936 短信平台0212010998 线上已经有朋友了 喂早上好你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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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红哥 想问到时候几点是最好的时间去那边呢 几点到我们嘉年华的现场是吗 你叫我们怎么回答 最好的时间呢 最好的时间呢 你所谓的什么叫 你要怎么样才算是最好 你出来听听你的最好 你认为应该是什么 是人流最多呢还是最少呢 还是你可以一次性的跟我们一起呢 就是近距离的互动 对 对就是追人能够追到 你们最热闹的时候啊 我们最热闹的时候啊 对啊 我们全程都是热闹的时候 全程都很热闹 我告诉你 基本上呢我相信呢 其实从2点钟开始呢就挺热闹的 不用等到3点 哦 然后那就对了吃饱饭就过去 对吃饱饭过来 然后呢说些真经的吧 嗯 你刚才说的那些不真经的 那个不很真经 闲话啊 然后呢 那个刚才节目说 把福字倒来贴 然后呢 是电视节目中华琴说的 那个倒贴的福字应该放在屋里面 门口一定要贴正的 嗯 哦是吗 我还不知道有这个 为什么有这样的讲究呢 因为呢 你的福字你倒过来呢 然后呢 那个福神看到了 哦已经到了他就走了 哦 你在屋里面他把他把福神引到家里了 到里面你才能够把他倒过来 门口一定要贴正的 哦 贴到门外福神就走了 对 然后呢 长知识 长知识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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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无人飞机 嗯 我建议政府可以发一个许可令 让我们合法去买那些滴滴枪 把他给打下来啊 对 我一直很想做这件事 但 但我家没有啊 这不不 这个这个基本上 太遥远了 我觉得 是吗 然后再说那个 我们可爱的特朗普先生吧 啊怎么了 水泥墙就不好 不能建 就建那些虫的铁的铁的铁丝网 也可以啦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太慢了 我叫他来新西兰考察我们农场的 把木头拉那个铁丝那更快 那是为牛的不是为人的 那是通电的 哦 OK OK好 谢谢 宫哥祝你好的美好的一天 好 我接着下来还有位朋友 喂早上好你好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早上好 安德鲁我就是想更正你一下 那个关于马来西亚的那个 第23条24条 你说的是那个护照 那个是国籍那方面是不是 是 怎么了 第24条你还没有如实报道 什么东西啊 他那个有讲other than marriage 是吗 所以那个other than marriage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 一个马来西亚公民啊 我现在就说 女性吧 比较容易让人 是 是 如果他随 如果他 如果他架了一个 纽西兰的公民 嗯 然后随这个纽西兰的丈夫 来纽西兰定居 是 嗯 到一程序 合法取的 纽西兰的公民权之后呢 他就是合法的在这边 啊 入籍 然后就是 可以拥有纽西兰的护照 啊 马来西亚的政府呢 是不能够 根据这个原因 而取消 他的 马来西亚公民权 这个是 24条的规定 哦 因为我看的那个是中文版 还没有说到这一方面 你看的是 应该是一个英文版的 对不对 对 OK 如果你看的是中文版 哦 中文版是不合法的 他的马来西亚 那个law of Malaysia Fedral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他只有认同两个版 文版 还有马来文版 好 好 了解了解 因为中文他不是那边的官方语文 我估计呢 那个中文版只不过是一个翻译版的 是一个翻译版而已了 是一个翻译版而已了 不认可有合法性 好 了解 英文版呢 英文版哈 他是用may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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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loy的意思呢 就是不是确定性的 有可能 他就有可能了 对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是 certainty的 还有不是 mandatory 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那个 自愿的放弃的话呢 是强制性的 因为你不能够因为分音的关系 而强制一个人 放弃你本国的那个公民权 那么你自己呢 我想问一下 我了解了 就是你自己本身呢 你目前你是拥有两本护照吗 是 两个都合法的 OK 好 了解了 好 感谢你的电话 谢谢 昨天的那个报导是有错误引导 OK 好 拜拜 不是错误 是我没说 如果是说错 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那无论如何 不需要去纠结 这个问题 各自如果不了解的话呢 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一个地方 之所以为什么呢 昨天是会跟大家 就是说 补充一点的 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呢 是因为我看到 而且我估计呢 也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收看或收听这个节目 不过最重要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 这方面的一些专家 那么如果你自己本身 不管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各个国家 有各个国家的行情 或者是国情 那么你要如果打算 入籍纽西安的话呢 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是合法的 放弃还是要怎么样 就是拥有两个 双重国籍的话呢 自己最好呢 去询问自己 国家的这一个内政部 一定有这方面的一些 详细的资料 告诉你什么是可以做的 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OK 好 那么我们只能够在这里 提供部分的信息 当然是不能够把全面的 这个所有的这个移民条规 都一一的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也能够谅解 好 那么时间来到了 早上的这个9点19分 接着下来 要跟大家分享的 另外一则新闻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的听众洪哥 说到的这个无人机 飞行器 没有人驾驶的啊 没有人驾驶 可是有人在地面上操纵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呢 在这个新年 或者是在圣诞节 之前呢 曾经呢 在海外 比方讲说英国 有机场呢 受到了这个无人机的干扰 而导致呢 出现很多的这些游客呢 就是被滞留在机场 飞机呢 没有办法 顺利的 按时的这个升降 那么在纽西安方面 也出现了至少两宗 因为无人机 险些呢 跟这个空中的其他的一些飞机 或者是包括了我们所谓的一个直升机 警方的直升机 严格来说是有那么擦肩而过的 好像是十米还是五米的距离 对非常的靠近 那么引起了这个社会上广泛的关注 对于无人机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 那么这里这一则新闻呢 是说到了 就是说 现在呢 纽西兰的这个民航局 还有呢 这个Airways New Zealand 他们正在呢 就是研究 要将呢 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使用呢 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 Titer Rules 要更加严格的去监管它 那么 让这些使用者们呢 都能够清楚的了解到 到底呢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使用这个无人机 而且是不会呢 尤其是危害到这个航空方面的这个安全 是 但是对于无人机的这个使用的人来说呢 他们却说在这方面呢 其实真的是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则可以去执行的 我们知道无人机的发展应该说这几年非常的快 除了在商业领域当中 个人花一点钱也能够买到一个无人机了 便宜不贵 200多块就有了 各种价格的都有 全世界这个最大的这个无人机制造基地就是在深圳嘛 所以很多人都买了以后 像在新西兰拍一些壮丽的那种山景啊 自己拿着玩特别的多 但是这方面呢 这个因为它是后来产生的东西 所以在规则管理上真的是一直是欠缺的 那么 好了 我们就这么听到这里为止呢 想着说更加严格的这个条规 更加严格的监管 这是好事 这不是一件坏事 可是呢 这个有关业界 我们来看看呢 这一个专门制造这个无人机的啊 这个Drum Maker呢 他的这个负责人呢 他名字叫做Cray Patterson 他就说 他说其实现在目前的情况 不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条例的这个监管 而是根本上的民航局就没有这个人力的资源 去执行这个监管的工作 所以说呢 你仅仅是在书面上啊 写的天下无敌啊 有一百几十条的这些条例 可是如果你没有人员的这个 这个方面的这个资源来执行这个监管的话 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他说这个是一个问题的一个重点 对 问题是如果政府真的要控制无人机 要使到呢 这些使用无人机的人士啊 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话 你必须最最终还是必须要由人 来执行这个监管条例 就好像说你在纽西兰 你把法律写的如何如何的严谨 可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警察去执法的话 你最终还是指上谈兵 他现在说指的就是这一点 对 说民航局预估啊 大概的情况 现在呢在新西兰拥有的这个无人机的使用人数 达到了这个28万 但是呢 民航局他们说这些这个无人机的使用者也知道 只有民航局当中很少数的人才会就是观看到他们 或者注意到他们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想着太多的事情 因为也许就没有那样的监管的力度 对 当大家都了解 我不管你的书面上写的怎么严厉 可是最终呢 你没有人员来执行 那么最终的那些人呢 他就觉得他不知道把它当一回事 这就是法不责重的那种感觉 你有法但是没有人管的话也没用啊 所以说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重点 我们身上有朋友 喂 早上好 你好 欢迎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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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问你 就是譬如说那些Apartment MP 他们是隔看自己的区域 还是好像譬如我们是在中期这样 我们要找东期那个MP可以帮忙 那些做事情啊 是不是可以帮他帮我们这样做呢 你就是说不同的区域不同的选区 是 当然不同的选区有不同的国会议员的代表 可是呢如果你需要一些这方面的帮忙 首先呢我会建议你去询问一下 每一个不同的住宅区呢 都有一个叫做Citizen Advice Bureau 公民咨询局 这个公民咨询局呢是免费的 那么你可以先把你的问题 向公民咨询局呢去查询一下 他们一般来说呢我自己本身有使用过 我觉得还算是蛮好的 给你很很中肯的建议 而且他们手头上有很多的一些联系的 这个电话号码 他们会先第一步呢 我觉得是能够给予你帮助 有时候呢 你刚才的问题是能不能够跨选区的 找别的选区的国会议员帮忙吗 因为我们的选区只是洋人的选区 而且我们英文讲的不会很厉害 明白你的意思 明白你的意思 而且呢选区国会议员呢 他也不是每一天都在他的选区办公室的 有时候联系他们的也算是蛮难的 因此呢我觉得呢首先呢你可以去这个公民咨询局 公民咨询局呢有不同语言的一些服务人员 在那边呢是为你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咨询 他可能呢他手头上会有一些呢更合适你的一些资料 能够及时的给你帮助 至于你能不能够到另外一个选区去寻求帮忙呢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 可是问题是要看那一个选区的国会议员他的态度如何了 是的 多谢你 好不客气 谢谢 希望你的事情很快能够获得解决 有时候确实是语言是一个障碍 好我们的电话帐是为您开启的095712936 短信平台0212010998 那么接着下来跟大家说另外一则新闻 给大家一点正能量 好像常常我们在新闻里面呢 谈的都是比较负面的东西 这则新闻呢严格来说并不是很大的新闻 可是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 别的国家就不知道了 在纽西兰呢真的有时候呢 确实充满着一种温情的 你是说那个对消防员呢 好 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点呢 周日下午吧 在Servadel那边 Servadel北岸 Servadel 那么Servadel呢有一家咖啡店 咖啡馆 对 那么在这个咖啡馆呢很多的客人 在喝咖啡在用餐 那么其中有一桌呢用餐者呢 是四名的自愿消防员 是 自愿的自愿消防员 他们可能啊就是说 他们也是7天20小时的stand by 准备随时呢 需要他们的传呼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就加入这个救火团队 去进行这个铺救这些火 那么这四名自愿消防人员呢 我估计可能呢他们身上呢也穿着一些呢 消防的一些衣服吧 应该是有明显标志的衣服 然后他们当时是在这个Oreva的一家咖啡馆里面 在吃午饭 那么这时候在他们快结束的时候呢 就有一位女性走了进来 然后呢直接就完全这个匿名的一个善举哦 他们不知道是谁 这个女性走进来之后呢 就为他们这四个人正在吃的食物和饮料买了单 然后之后呢又祝愿他们新年快乐就迅速的离开了 对我们可不可以再把它说的温暖一点 我说的好像像什么世界一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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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有些新闻呢 可以加言加醋 好 没关系让他比较好听点 这四人正在用餐啊 正在又又喝咖啡啊又吃东西啊 那么就是在聊天啊 可能呢他们之前呢也工作完了 那么现在带着疲惫的心情啊 那在默默的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呢 哎突然 在根据新闻的这个 description啊就是说 Lady in pink 穿着粉红色的 一位女郎啊 一声不响的 可能在外面呢看到了这四名的这个志愿者在用餐 消防的消防人员志愿者在用餐 他一声不响的就到了柜台 可能就跟着柜台的接待员说 哎你看到那边那一桌吗 四名的这个消防人员 嗯 正在吃饭 我想请他们吃饭 把他们的单呢给结了啊 这完全是不认识这四名的 是一位陌生人啊 一个Lady in pink 一个粉红色衣服的这个女郎 然后呢在买完单之后呢 在经过的这四人用餐啊 甚至呢还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祝愿他们新年快乐 而本来就是一个陌生人啊 就是说Happy New Year啊 你就很礼貌的回应一下啊 You too Happy New Year 就没事了 那当这个四人用完餐之后呢 哎 准备去结账的时候 才发现了原来他们的单呢 已经被这刚才那位女郎给结了 他们就感到非常的震惊啊 他们就觉得就觉得这特别的暖心 然后呢在隔天呢 他们就是在这个社交网啊 平的网站上 Facebook上面 嗯 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 可是我们真的很感谢你 是 虽然这个价格可能不是说很贵 他说呢就是因为您的这个善意的这个举措呢 接着下来呢 他们又有一些到要现场去救火的这些行为 他们都感觉特别的温暖 一天都温暖 特别的有动力 他们觉得就是说他们的这个 他们是志愿者 他们的工作是被别人认可了 嗯 而且呢 他们说啊 就是他们用什么样的称赞的方式呢 称赞这位粉衣女郎呢 他们说的这句话 他说 这句话是什么呢 他说 You are a beautiful human being 在这里beautiful啊 不单只是用美丽 而且这个这个美丽不是说外表的一种美丽 而是发从内而外散发的 你真的是啊就是说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好的啊美好的那么一位人士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这虽然不是一件很大的新闻 可是我有时候我觉得啊这些新闻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唱一首感恩的心就配合了 来来来来来来 怎么怎么被你一讲就觉得这么温暖这么美好呢 是是 尤其叫lady in pink 我隔壁就坐着一位lady in pink 我今天中午要去你吃饭那边买单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倒是的啊 好了我们的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30分 就是那位则新闻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电话呢在跟大家说新闻的时候呢 大家也不要只是关注的听 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也是无限的欢迎 我们的电话是095712936 短信平台0212010998 是手机尾号是6875的朋友特别好玩 我们跟他说这个关于写春联写福字的话题 他给我们的一个这个春联啊对联 马上有回应了 上联是发发发发发发 下联是福福福福福福福 都挺好的吧一个发一个福啊 然后横批是发福 哈哈哈哈 我不想要 我不介意啊 发福我也不介意了 好 那么接着下来跟大家说另外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呢 听起来有点怪啊 不再是那么的温情满人间啊 而是说到 一对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呢就是在现代这个社会 以前不知道 以前可能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这个数据的收集 或者是在这个 网络啊媒体等各方面呢没有那么的发达 对 有很多的信息呢 有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能呢并不知道 不是说不了解 而是不知道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包括呢在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啊 什么家暴事件的数字啊不断的攀升呢 其中不乏呢有一点呢 可能是因为呢就是说这个通讯的方法呢越来越方便了啊 那么使到呢更多的人啊能够呢将过往的一些不容易知道的事情被揭露出来 对啊或者是去报案等等 那么这一则新闻是说到了离婚啊 离婚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一周应该说是这个假期之后大部分是第一周开始上班了哈 那么应该说啊这个随着大多数人在这个假期之后开始慢慢的适应工作有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对于有一类人他们来说呢可能就要进入到一个比较很快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什么人呢就是专门给人办理离婚的律师 嗯这个律师呢我不知道现在收听这个节目有没有一些朋友呢是从事法律界的工作者啊 可能真的是对这个对于离婚的这些咨询 啊询问呢应该是不会感到陌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则新闻是说到了在经过了圣诞新年假期之后呢 律师事务所尤其是专门呢处理离婚案件的 嗯啊包括呢可能呢就是有关的这个离婚方面的咨询呢突然之间呢大幅度的增长 激增了啊而且这也不一定是今年才出现的状况 好像是有那么一个趋势就是说呢夫妻双方呢在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假期 圣诞新年啊可能有十来天吧嗯啊平时呢可能大家都各忙各的 所以说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相处啊交流的这个机会 对那么原本呢看到这里你听到了就是说圣诞新年那不是很好的吗 对更加的甜蜜吗可以借着这个圣诞新年假期呢来一场小小的蜜月吗不是很好吗 如果有孩子的话呢一家人到别的地方去玩玩吃吃喝喝的那应该是挺不错的 有些家庭我估计大部分的家庭可能真的是如此啊一年忙碌下来呢终于能够有一个家有一个机会啊 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庭之乐 可是有一些呢哎却反过来夫妻俩呢就是在这个十来天终于决定了他们给予对方啊不是给予自己啊 对方一个机会来来来来来挽救一段即将要面临破裂的婚姻 怎么知道呢最后这十来天还是没有办法挽救成功 以为这十来天的这个两个人相处能够呢就是把过去的一些呢裂缝啊给缝起来 怎么知道呢这个裂缝越来越大最后决定拍板决定的假期完了咱们就分了呗 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经常说新年是大家转换跑道的一个时候 50%的人都打算要去求职了所以看来不仅是工作要转换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partner 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也决定换原因是什么呢刚才像我们说的 在一起待三四周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以前很少有这么长的时间集中的在一起 结果就发现哎两个人在一块问题还挺多的问题反而更多 有点那种相爱容易相处难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呢这也不是问题因为假期结束的时候不是返回原点了吗 对不对能够包容的尽量包容反而见面的机会 沟通的机会可能少了可是不是他们反而是借着这个 而且呢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这不是安德鲁在那边家人家处啊 根据新闻的报道呢很多人呢这个家庭尤其夫妻之间呢这个感情出现问题了 很多都认为呢就是说啊咱们就各自给对方一个机会吧 而且为了有些是为了孩子啊就是说我们就度过这个最后的圣诞节新年吧 过了之后呢咱们就来个一刀两断啊 那么因此呢这个新闻就是说呢圣诞新年假期完了之后呢 律师事务所呢有关于离婚的这些问题的咨询呢特别的多 我们身上有朋友把它给请进来 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您 喂早上好 您早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你好你好 你好那个我问了一些当地的人 为什么就是圣诞假期和那新年假期以后离婚率会增加 因为我以前就没听说中国人中国新年以后离婚率增加 是吗是真的没有没有没有啊 但是为什么这个我来新西兰以后每年都会有这个问题 最近有报道澳洲也是这样 当地的洋人是这么说的 说不是仅仅是因为在一起时间比较长考虑清楚要离婚 而是一些很多social stress 他说那么你这个social stress是哪来的 他说包括很多 比如圣诞都要给家人买些礼物啦 孩子留礼物啦 别人家都要去外面去旅行了 那我们家经济状况如果不太好的话 除了给家里买一些孩子买一些小礼物以外 也要办一些圣诞的食品啊装饰啊这些东西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经济的压力啊 对 做父母的那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当地的洋人的公司 就在圣诞之前提前发工资 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social stress 他说还有可能就是说 大家都有时间坐在一起聊天 那么聊天就会有比较 你们最近干嘛去啦 人家也说我去坐游艇去啦 他说我呢我趴在花园里浇水啊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引起 那么原先本来就很脆弱的关系 可能再加上经济social这方面的压力加到一起 所以说换言之呢 换言之有时候呢 人比人呢 气死人 气了离婚了 这个不单只是在这个 中国人社会上会出现的问题 连西方洋人也有的相同的压力 这个攀比 对 一攀比之下呢发现了 尤其这个那么 基本上就是围绕在这个经济的层面了 对 嗯 没错 不容易 不容易 好谢谢 谢谢您的这个电话 那么 好 那么这个新闻呢 的下半段呢是说什么呢 他说这些律师事务所呢 其中呢当然也有访问一位 专门处理这类案件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律师呢 他的名字叫做Germyn Santin 他就说呢 很多的人呢 就是说可能以前呢也没有类似的经验 那么突然之间发现了两个人真的是不能够 不能够再过生活了 那么必须要分道扬镳 那么首先呢当然是各自要找这个代表律师 是 因为这个离婚呢 这并不是说一张白纸那么简单的 那么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程序 可是大家都没经验不了解 他这个律师呢 那资深律师就说呢 打电话上来询问的人呢 以为呢两个礼拜什么都能够搞定了 越快越好 对很多人对于离婚这件事情 不知道它是一个其实特别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所以他们接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咨询呢 都是说我希望在几周时间内就把事情全搞定 结果这个律师就说觉得自己非常惊讶 说无论是离婚呢还是在合法的结婚啊 这个财产问题都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来解决 再别说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可能需要到两年的时间 并不像一般人没离过想象的那么简单 是不是我的理解啊 那么安德鲁我自己也没经验啊 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当两个人真的是正式的办理离婚 手续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说你至少要分居两年 在新西兰是这样子的必须先要分居两年之后才能够正式的离婚 才可以再跟别人结婚啊OK 可是这个两年之中可以交男朋友 我还没问他就知道你看他在想什么 我说明一下我是做过一个法律天地的节目 然后专门谈到这个话题了 OKOK好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我希望永远都不需要去咨询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够往好的一方面去看看 那么当然呢两个人的关系呢 这个外人呢也不容易去评价 而且有些问题呢真的是可能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真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圣诞新年所累积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在这段期间所特别面对的一些压力 如果去年面对这样的压力的话 今年我知道的用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能够避免类似的压力嘛 比方点说去年我跟朋友 大家在BBQ 那么有些人在show off 说他们做游轮呢做什么的时候 好烦 那么今年呢我就不知道 我就带孩子们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去露营算了 也不跟他们去BBQ那不就好了吗 今年我就在家里收饭是吧有些人 对对对那就是我了啊 好的那么时间呢早上的9点41分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都希望呢能够呢就是说能够好好的相处就好好的相处 有时候长周末结束以后就去咨询离婚或者分手的啊 因为平时都没有什么时间在一起相处几活 就很难受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七天十天就闹矛盾就分手了 其实很很简单这个社会啊有时候 就假期后遗症啊 我想到一点我想到一点 我跟这位朋友你探讨一下好不好 因为在西方啊我们看到呢 尤其是一些呢比方讲说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就是说呢这些有可能是一些就是说有钱人吧 啊他们在结婚之前呢 嗯双方的会同意签署一个叫做 婚前协议啊婚前协议啊 这婚前协议呢最主要还是针对的 万一两个人不和离婚之后 嗯在这个尤其是财产的分配方面是不是 你对这你对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会赞成吗 以前的啊社会啊啊 工作差更小现在越来越大了 是这个是应该要有的 你认为是应该要有的 因为 骗子太多了啊 我就问看到新西兰有人啊 上午结婚下午就离婚的 啊有有有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啊我我我我工作地方就有人 其次国内啊已经结婚了啊 跑到这边来说是单身啊 在这边啊拿了皮啊 整个房子啊把家里的那个再办过来啊 啊啊很多啊啊 这个确实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啊真的啊 就是人性的欲望啊 无止境啊 了解了解 有些人他 我们平常的我们不会这么想啊 人家经历对吧 总有这种欲望 其实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 除了骗子就是 我觉得网络的发达 有时候人自己玩了 有时候就很开心了 以前啊社会物质贫乏 两个人什么朋友啊 亲戚啊经常走动啊 男女谈那个谈恋爱啊 就是很美好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玩得很开心了 过不好疯了咯 哦了解 好谢谢啊 谢谢这些电话 谢谢 好感谢蔡宇 感谢 其实呢 如果真的是说婚姻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安德罗自己本身的经验 离婚没经验 不过结婚有经验 有一次经验就好了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呢 就是说结婚的时候 你首先你必须要去这个婚姻注册局 对啊去register 嗯 那基本上呢就是说 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的 我的时间是排在中午12点 嗯啊 可是呢就是说为了一些事情拖了 然后呢就是很赶很赶很赶 那么最后呢 刚刚好在12点之前 抵达了啊 当时我的未分妻 也就我现在的太太 在那边本来是挺焦虑的啊 这一个人靠不靠谱啊 这个人会不会不出现啊 这真的我还是能够在这个时间 约定时间之前抵达了 算是满头大汗 可是我到那边的时候呢 那个为我这个主持 这个登记的这个年轻小伙子 我还记得是一个毛利益的小伙子 嗯 他就告诉我 他说啊 幸亏你终于出现了 我说什么叫做幸亏我终于出现了 他说呢 原来在我们之前 嗯 的那一对 嗯 那个新郎哥 嗯 没出现 哦真的 真的没出现 那个就是 他的个新娘在那边苦苦的等 嗯 最终新郎是没出现 所以结婚还是人生大事 挺悲哀的 你就听到了 就是说觉得心里是挺酸的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嗯 那么所以说呢 啊 如果正在准备要结婚的朋友们 记得时间的安排方面是非常的重要的 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46分 我们进一段商店好介绍 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49分 刚才看到一段呢 比较好笑的一些朋友呢 发来的这个短信啊 其中一位朋友呢 就是说到了 他说什么 他说 这个圣诞新年啊 假期完了之后是离婚的这个高发期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这个假期当中呢 很多人有了外遇 哈哈哈 或者是遇到更好的这个对象 是不是呢 这个有点像说是在中国国内 就是同学会 过年的时候同学会 啊 也是导致这个离婚的一个高潮期 突然之间旧情复发了 对 看到自己的初恋情人了 不是旧病是旧情了 初恋情人 哎 原来怎么没怎么变呢 这个家庭问题还是第一位的啊 是是是是是是啊 好那么刚才呢就是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一则新闻说到了这个离婚 那么接着下来呢跟大家 那我还是有新闻呢啊 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则呢就是昨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圣诞新年 对这个假期啊在这个去年一整年的这个零售业的这个消费方面 在这个电子转账方面啊 呃这个12月有差不多60亿嘛 对 数字方面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可是呢整体的这个服务以及商品的价值都是有点下降的 但是没什么增长啊 嗯嗯嗯 也就凸显了很多的这些商家呢可能是采取这个大减价 大倾销的那么一个措施呢希望尽量的能够套现 这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啊不过毕竟呢总比没有来的好 那么接着下来这一则新闻是说到什么呢 当我们说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呢消费者呢现在是用电子转账的方式 无论是用信用卡支付或者是FPOS卡啊我们叫银行卡吧 嗯 来支付其实呢银行呢是有向商家收取费用的 有向商家收取费用的 是的 一般如果是一般的小商店可能是你这个transaction 你这一单嗯里面的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 如果你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连锁店比方说你可能是Wayhouse啊或者是Farmers Brisco等等这些啊比较有实力的这些零呃零售的连锁店的话呢 那么你跟银行之间有这个bargaining power啊有讨价还价还价的这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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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空间嘛 嗯那么因此因为你的这个单数也会相对的会多很多是 所以说呢在收取这个银行在收取这个电子转账的这个信用卡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费用呢 信用卡尤其是信用卡啊 嗯 信用卡的费用方面呢可能就会相对的会比较的低 是我们来看看啊一个零售商的团体呢 他们就希望呼吁啊能政府呢能够规范银行对于信用卡交易收取的这个费用 那现在我们的标准呢基本上是那一单价格的2%到3%的一个附加费 嗯那他特别指导的是这个credit card就信用卡 还有呢就是那个pay wave就是那个pay wave pay wave呢你就不用密码吧不用插卡也不用准备 基本上他就扫描吧就类似扫描的意思吧 是那么据说这个价格呢从这个新西兰零售业的这个公共事务服务部的这个总经理表示说 呃比海外市场的类似价格啊就是收取的服务费高了居然有三倍之多哦 嗯这个数字真的是还蛮出不人意料的贵 嗯说说他们的银行呢每一年我们看到他们的财政报报表啊 那么好赚取利润非常的高啊有时候你会发现的哎其实利息也没有多少吧 而且呢房屋借贷的也不是说特别的火那么银行为什么还是能够赚取那么多的钱 不要忘记啊这一个消费啊那边呢就拿你两个percent啊那一个消费呢又拿你两个percent 那么你看一年啊纽山虽然人口不是说很多 不过毕竟呢四百来万的人口每个人呢都得消费 而且现在呢使用信用卡呢来付来支付的是越来越普遍了 你有虽然现在还有部分的比方讲说我们到了一些小商店 嗯或者是一些小吃店嗯他们呢呃绝大部分都接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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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银行卡对可是还有少部分呢是不接受这个信用卡的 他还有些是多少钱呢你必须要消费多少钱以上他才接受这个信用卡的支付 可是呢在一般的主流的这个商店啊到任何的商场基本上都是信用卡了啊 啊你到麦当劳你也可以用你的MasterCard或者Visa来支付嗯 银行呢每一次啊你在刷卡的时候呢银行呢就有钱进账 你这个累积下来呢这个一年下来呢那真是不得了啊 那么因此呢呃你有些朋友听到这个新闻听到这里 你会认为啊那也也就是零售商的这个事情吧 啊又不是我们我们支付的时候呢呃也不用额外的费啊 可是不要忘记咯有一些的信用卡呢这一个商店会告诉你 会额外的增加这个收费比方讲说呃美国运通 嗯 American Express 或者是 Dinos 啊那么说说呢一般你用信用卡去支付的时候呢 啊你如果不确定你可以问一下就是说你们收不收 这一张信用卡啊他会告诉你啊我们收可是呢 要额外的增加了百分之二的这个收费啊 啊那么这个收费呢不是因为商店他愿意增加 而是因为呢这个提供这种支付的系统的这个银行啊 啊帮你处理这些电子转账的那个银行呢 他要给你收取这方面的费用 所以说呢最终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呢 我们正所谓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他都加进去了 商家的其实已经把它计算在内了 嗯 好了那么既然如此大家讲觉得也觉得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 那么大家都得付啊付啊就当作它是一个这个物价的成本之一吧 嗯 可是不要忘记这也有可能引发一个问题 这问题是什么呢 比方讲说我买这部电脑啊一千块钱 那么呢我是用信用卡来支付的 嗯 那么这个商家也估计呢在当初呢 为这个电脑设立一千块钱的这个售价的时候呢 可能也把这百分之二啊这个成本的技术在那里 嗯 可是豆蓉 我拿现金买的 你拿现金来买 是啊那我就亏了 你也是付这一千块钱 对不对 对 根据纽西兰消费者条例来说 你商家是不能够因为你不同的付款方式而有不同的销售价格的 对 所以变成你就吃亏了 是啊 你就多付 所以等于这是花现金的人把那一部分的账给抹平了 帮他们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加的鼓励大家是用信用卡来支费 嗯 而银行也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呢 哎 这个收益是非常好 对 就是那么一个情况 啊 那么能够做什么呢 没什么做 现在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关注团体叫做Retail New Zealand 嗯 他们是敦促呢 是不是政府呢 应该呢 插手 对 设立一个上限 限制银行在这个尤其在刷卡方面所收取的这个费用 那么使到呢 消费者能够呢 以更加便宜的价格呢 能够购买物品 是 未来会不会有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再关注啊 我们现在还有朋友 喂早上好你好 欢迎您 您早 喂你好 早上好 好 哎 刚才说到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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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过节期间吧 嗯 然后都容谈到国内的那个同学聚会 有这些情况 啊 啊 确确实实因为我们大学同学在16年聚会的时候 确实出现过这个情况 真的啊 啊 确实但是我觉得是有条件的 啊 啊 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这两个人肯定都是一般的情况都是得是初恋 啊 就是两个都是互相都是初恋 那初恋是非常难忘吧 啊 啊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他们当时分手是被迫的 嗯 不是他们自己自身的原因 第三个呢 就是说啊 他们后来两个家庭都是过得不是很好 哦 啊 第四个呢 那就是儿女基本都成年了吧 嗯 所以说年纪还算是中年以上了 对 就是说确实我我认为如果假如说他不符合这些条件的话 啊 不不如果要符合这些条件了我觉得一旦碰到一起聚会碰到一起 那个他们走到一起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啊 但是如果假如说他们过得都很好 各自也过得都各自家庭都还都可以 是啊 有一条不符合我觉得这种情况也 也不会 哎我认为你非你分析的非常在理 啊这不是我分析的啊 这是我们同学在一起一起分析的 哈哈哈 所以说我们呢也是非常就是对他们也是很接受的啊 就是又走到一起了 是 啊因为一看呢 确实是这些这些方面 因为人家确实是初恋嘛 两个人都很初恋 当时也非常的好 嗯 嗯 然后当时因为工作就是地点分配的异地嘛 是 那个时候异地80年代不像现在了 就是说很难再见面了 是是 那当时又没有微信又没有视频等等啊 嗯 然后当时这么分手 而且后来他们各自的家庭都是不是很好 嗯 也都大家也都清楚 然后呢 也都是因为为了孩子们一直在维持 完了后来孩子都毕业了 都大学毕业了都成年了 哎他们就这样这样的时候呢 一聚会哎他们马上就走 现在现在您所说的这一个这两位同学 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他们过得还好吗 啊都那肯定挺好啊 嗯 都是挺好 因为初恋是非常美好的 是很棒的 确确实实 哈哈哈哈 这都是就是有条件的 我说这个同学聚会不是说 一聚会这个旧情就能燃起来 不一定它是有条件的 嗯 啊好非常好 天时地利人和 感谢感谢您的电话啊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朋友说的让我想到 刚才导播姐姐也说了 再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高考结束之后 很多人都会选择离婚了 就是对 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家庭 他们都是为了孩子而维系 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 一旦孩子高考结束 觉得他已经能够长大成人了 那我们夫妻的这个缘分也尽了 责任也尽了 我们赶快自己在自己的后半生找幸福 在之前是不想影响到孩子的学习 嗯 因为父母的如果是分开离异的话呢 对孩子呢一定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啊 那么为了孩子啊熬到了这个高考之后 可不是吗 才来一刀两断啊 不容易啊 哎这个忍者啊忍者无敌啊 好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9点59分到10点钟了 嗯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以及参与 安德鲁在这里跟大家告辞 接着下来是 动容动人间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有个话题跟这个是相关的 说到日本现在这个这个 很多的社会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年轻人都不结婚 然后在刚刚过去的12月份 居然有人选择跟虚拟的人偶结婚 而且引起了广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这个应该是很有兴趣的啊 好那么希望大家继续留着啊 让动容告诉你呢 怎么样去虚拟的人物来结婚 好 明天早上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好一会见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整点新闻之后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最后的一段 我是主持人豆蓉 今天啊我们要延续上半段的话题 依旧和大家说说家庭生活方面的一个内容 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说到了 在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之后呢 对于办理离婚的律师来说 会进入到一个工作激增的一段时间 因为很多人在这段时间之后 都会选择来回看一下自己的家庭生活 然后要再考虑一下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 其实不单单是在新西兰 在全球各地都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说现在的社会 人们越来越开放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家庭生活的模式 或者是爱情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选择是不婚 和自己的partner来生孩子 再比如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LGBT的族群 我们的彩虹社区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 刚刚在2018年的年底的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新闻事件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探讨一下的 要说到这件事呢 我们先来把这个日本现在的一些家庭生活的现状和您说一下 那前一阵子啊 据日本的新闻报道说 每一年在日本有3万以上的老人是在孤独当中死去的 通常都是尸体腐烂之后很久才会被发现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日本真的是离婚率很高 而且现在呢 未婚率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的一个国家 你说日本不结婚是因为这个日本人的这个结婚的条件高吗 择偶的条件高吗 我倒觉得也不是 因为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 就是日本人的新的选择 他们会和自己喜欢的人偶虚拟的人物来结婚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随便说说 也不是说我只是在这个社交的媒体当中说 我要和我喜欢的某个王偶结婚了 比如我要和海贼王结婚了 我要和谁是谁结婚了 我宣布一下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事情呢 在去年的年底上了新闻 是因为搞得还蛮大的 引起了社会各界甚至是全球的一个广泛关注 那么当事人是谁呢 就是我现在身后照片上的这一位 35岁的日本男子叫做近藤显艳 今年35岁的一个普通日本男子 他有着正式的工作 是一个学校里面的普通的行政人员 就是那种日本最常见的那种普通的上班族 可是他在刚刚过去的12月份 做了一件非常不普通的事情 就是和我们画面这边的这一位 结婚了 是谁呢 这是一位虚拟人物 如果喜欢二次元动漫的人呢 看到这个形象一定是非常熟悉了 我先和听广播的朋友们说一下 这是一个据设计它的人说呢 想象当中身高1米58 42公斤体重16岁的一个角色设定 这个身高和个子还有这个体重啊 看起来都还蛮标准的啊 一个就是日本人喜欢的那种 娇小的小姑娘的形象 它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叫做初音未来 大家对于初音未来这个名字熟吗 初音未来作为虚拟人物 开过日本的这个全场爆满的演唱会 初音未来是二次元当中的一个虚拟偶像 就是他们要做那种虚拟的声音软件 然后又把它幻化成一个女性的形象 结果推出之后呢 深得人心就展开了 迎来了这么一股的初音旋风 大家听过一个就电子乐的音乐 叫做甩葱哥 那个音乐呢就是初音未来唱的 它在日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有很多的宅男 那么宅男呢对于初音未来 无论是形象呢还是声音呢 都特别的买单特别的喜欢 喜欢到什么地步呢 这位35岁的男子就宣布 他要跟初音未来结婚了 而且这个结婚呢就像我说的 不单单是说是我在这个社交网站上说 我要跟初音未来结婚 就完事了 就简单的说一句话 而是他真的邀请相关的这个婚庆公司 帮他办了一场大型婚礼 这个大型婚礼呢还居然有100多个客人去参加 当然不包括他妈妈 这个近藤的妈妈是非常生气的对于儿子的这个选择 可是依旧有很多的好朋友表示理解 参加了他的婚礼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把这件事情的这个情况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 他在12月份的时候做了这件不普通的事 和初音未来结婚了 然后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公布了这条消息 大家要看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病吧 和虚拟人物结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他其实没病 特别正常 特别普通 推特账号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 获得了上万的赞上万的转发和近千条的评论 这个普通的一个在日本生活的行政人员 大家看穿着西装保持着这种严谨礼貌的微笑 戴着眼镜的样子笑眯眯的 就是最普通的那种日本的行政人员的样子了 但是你看他手里抱的是什么 抱的就是他和他妻子啊 他和妻子的这个合影 然后他把这张照片也发到了这个自己的推特账号上 穿着正装的近藤表情严肃的 还有一个坐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 手捧着初音未来玩偶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初音未来呢 在他家里是很多次的这个出现 不单是有玩偶的样子 还有旁边的这个玻璃罩里面的 这个呢是一个这种 他们叫这个Gatebox推出的一个 全息投影的一个初音未来的样子 这个在家里怎么生活呢 我稍后来说 我们先来看看初音未来的样子 这是在日本风靡很多年的一个人物了 虚拟的女性歌手 据说很多的宅男星呢 都因为他而得到了慰藉 所以有的时候迷恋到一定程度 就没有办法去分别到底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 这样子的人呢不只是这个近藤一个 只是近藤是表现最夸张的一个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蓝色的长发 就是他最标致的这个样子 这是有这个日本的网友cosplay了这个初音的形象之后 也是挺可爱的 当然这个二次元的这种形象 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喜欢呢我不知道 在欧美国家好像理解的这个理解度不是很高 但在日本呢理解的人特别的多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就说到我们这个结婚的这件事了 其实近藤之所以有这个选择呢 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每个人做的决定 都是和他的这个出生成长有关系的 话说在十几年前近藤20出头的时候 刚刚到工作单位 他有一个年长的女同事 年长的女同事呢就对他有多次的这种欺负的行为 结果就导致他患上了抑郁症 所以呢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没有办法去跟这种女性交往 他会觉得女性在他的心目当中 就是自己刚刚工作的时候 年长的女上司的样子 别说爱不起来了 就是一起生活 他都会觉得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后来这个日本的游戏公司 推出了初音未来的形象之后 他就发现初音未来可以给他心灵上的慰藉 因为初音未来可以唱很多他喜欢听的歌曲 而且那个全息投影的小人呢 还可以跟他进行对话和交流 他就觉得在这个世界当中呢 他就是最大的 你想女上司欺负他 有可能对他有这种暴力的行为 或者是身体上的或者是心灵上的 所以他可能对于女性会有一种害怕畏惧的心理 但跟初音未来就不一样了 初音未来会说着这种非常温柔的话 对待他像对待主人一样 然后他跟初音未来在一起 永远都是自己是老大 有话语权 找到了一种那种认可 或者说是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存在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吧 所以他在这个和初音未来同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宣布要结婚了 怎么同居的呢 我们给大家来说说 先来看看这个是婚礼的现场啊 他这个一手展示的是他的这个结婚证书 另一个手呢 爆的就是初音未来 他还真是厉害 找了一身这个小婚纱给这个玩偶穿上了 而且还展示了自己的这个结婚戒指 你看这个所有玩的事搞得都跟真的一样 因为他真的是真心在做这件事 然后这个是现场 我把我的名字去掉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现场的这个他在切蛋糕 好像还换了一身婚纱 头上还戴了这个花环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方形的一个结婚蛋糕 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跟正式的真人结婚没什么区别 所谓一不同的呢 就是这个人是不能说话不能动的一个玩偶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是他展示的自己的房间 敬腾还睡的是一张单人床 因为这个老婆不占地方 就只有那么大一点点 可能有20公分吧 放在床头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呢 据说啊这个敬腾和他的这个妻子 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同居的关系了 所谓的同居呢 就是他在这个Gatebox的公司呢 买了一个初音未来的这个投影 你看他们家有好多这个老婆各种不同形象 其实也算不上不同形象吧 就是各种不同大小的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这个是Gatebox的一个装置 他可以通过这个装置呢 来进行这个全息的投影 他就召唤出老婆在这个Gatebox里面 听广播的朋友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就是一个圆筒形的盒子 然后借助一个全息投影呢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虚拟的小人在里面 其实他现在已经是 现在普通人生活当中的一种 智能家居的系统之一了 他可以叫你起床跟你聊天 当然这种聊天也无非就是 出门的时候让你一路小心 进门的时候说欢迎你回来 然后你设置好之后呢 他可以帮你关灯开灯 然后在你回家之前呢 帮你放好热水来洗澡等等 但是据说就是这样子的生活 也让晋腾觉得非常的温暖 沉迷在他的这种同居生活当中 无法自拔 而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一个全息投影的这个人物呢 价格如果折合成人民币呢是2万 折合成纽币大概就是6万多的样 6千多的样子 也不算便宜的 但是在日本还蛮受欢迎的 一经推出之后呢就卖的特别的好 那么我们就说了 为什么可以选择一个真正生活在一起 知热知冷的一个终身伴侣那么难 而选择一个全息的人物 明明不能说话 明明不能生活在一起 明明没有温度 可是他们却是乐此不疲呢 这和目前日本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和您分析一下 好的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我爱纽西兰 我是豆蓉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呢 是在2018年的12月 刚刚过去的那个月份当中 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就是日本我们看到的这个35岁的禁腾显言啊 这个一位非常正常的 看起来非常正常的35岁的这个普通学校里的行政人员 他结婚了 但他结婚的对象呢却是这个一个虚拟的人物 初一未来 初一未来就是唱那个大葱歌 然后一个虚拟的这个女歌手的一个形象 但是呢因为禁腾曾经在现实生活当中 受到过一些女性的一些上司的霸凌吧 所以使得他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女性 会有一种困扰或者说是这个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症 所以他选择了和这样的一个虚拟人物结婚 这件新闻出来之后呢 其实在日本当然引起了关注了 他的妈妈也没有去参加他的婚礼啊 可是还是有很多日本的这个宅男 或者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些男性表示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初一未来的身上 很好的完美的诠释了女性的一些优点 她温柔她可爱她乖巧她不会跟人顶嘴 比起现实生活当中的两个人真的生活在一起 你会发现那个人身上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来说 初一未来就是最完美的一个女性形象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件挺合理的事情 而且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们可以想到也许未来 这个初一未来就不仅仅是在这么一个小消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桶里了 它也许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像真人一样的大小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它不单单是出门的时候问好 回来的时候帮你拿好拖鞋倒好洗胶水 它有可能真的会和你多一些的互动 但如果真的有一天人们不再和人类进行沟通 我们不喜欢那些身体上或者是心灵上有问题的人性 而喜欢的是一些虚拟的完美的人物 你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还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呢 我觉得很难去做一个界定 但是这次近藤显言的这件事情呢 引起全球的这个关注 很多欧美国家的年轻人会认为 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或者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当然日本人对待动漫和机器人的态度要开放的多 要比其他国家开放的多 为什么虚拟人物在这这么走俏呢 我们也要说说这个日本学者 他们会未来担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温柔体贴 永远年轻美貌的妻子 只存在于幻想当中 只存在于虚拟的这样的一些陪伴的玩偶当中 如果说日本的男性还像以前一样 希望在真实的世界里去追求这样的一种爱情的话 这个是很难达到的 所以他们只能靠高科技来给他们完成 可是这种高科技带来的是什么呢 是未来越来越多的一些社会问题 比如我们说日本老年人的孤独死 日本的出生率特别的低 然后日本的这个结婚率呢 更是多年的这个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他们说日本现在呢 逐渐进入一个叫做草食化的阶段 什么叫草食化阶段呢 就是对于情爱和婚姻处于一个热度双低的情况 更不愿意去结婚生子 我们来看看日本的一个统计啊 这个是在去年的9月份公布的 说日本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当中 男性没有结婚的比例高达78% 78的概念 换源之将近80%的人 在34岁以前都是没有结婚的 而女性呢也达到了65% 你想34岁在很多地方都觉得 都已经是孩子妈了 在日本是这个没有结婚的达到65% 然后这个年龄阶段呢 有42%的男性和 44%的女性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过性经验 完全就是没有过这种 这方面的体验的 所以说这一点真的是让人觉得 还蛮担忧这个国家的 曾经日本经济非常繁荣的时期 一个人在外面工作 一个男性工作的话 是可以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 他们有可能是终身雇佣的 那么收入稳定的情况下 女性对于自己的结婚对象 不会太挑剔 她们一般都能够过得很好 可是随着现在日本的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衰落 所以很难有终身制的员工 那女性在选择自己的丈夫的时候 就会考虑很多的层面 这就造成了现在越来越难出现的 这种婚姻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再多说了 对于这样的现象 我不知道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还是未来真的会 繁衍成普通人和人工智能结婚的 一个未来的大潮 无论是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在这里祝愿大家 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 与自己心灵相弃 永远生活在一起的伴侣 只有这样子 才能够有真正幸福的生活 好 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再会